大家好,我是詹姆斯,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很在家自己来清洁相机的CMOS,不管是单反相机还是无反相机,那么作为一个新手摄影师或者是职业摄影师,你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,当你拍完一张照片以后,你突然发现画面上面多出了很多这种马点一样的东西,其实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, 没有相机是不静灰的,所有相机,不管是家人,索尼,尼康,菲斯,每一台相机都会静灰,甚至我最恐怖的一台天文相机,它还会漏油,好吧,那么所以我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是不要害怕相机静灰 那么如果你想扫静灰,那么我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去换镜头啊,你像这种镜头对吧,你天天这样换拿开来,那单反镜头这边有一个这个反光板,你看是能阻挡一些灰尘,其实没有任何用处, 那么无反相机就更容易静灰了,这个就裸露在外面的,如果你想经常你在有风的地方去换,不管是任何的相机,任何的东西,它都会暴露在灰尘里面,灰尘尘里面,特别像我们在户外拍风光的,大风啊,大雨啊之类的,那么尽量减少换镜头的次数, 如果你清洁完这次,像我经常是一台Z7,我清洁完,我就用这个1430镜头,我甚至有过就整一次出行去新西兰拍摄,我没有换过镜头,那么这台相机,如果你在这一次拍摄当中都不换镜头,它就不会有灰尘,所以不管你再好的清洁,都不如少换镜头为妙,这是第一步啊,二,如何来判定你的相机上有没有灰尘了,那么大多数情况, 如果你是拍人像的,特别是拍糖水人像的,你不太会在意,因为如果你用F1.8,F1.2,这样去拍人像,其实有一点灰尘,它都虚化了,看不见了,但是作为拍风光摄影时,或者你拍微距啊,拍这些,需要景深多一点的,我们就会用到小光圈,比如像F10,F8以上吧,这些出现灰尘的概率就会大很多,你可以用一张A4-10, 放到这个前面,大致对准了,这样拍一张就可以了,然后把它倒到电脑里面去看有没有,那么如果做白纸不太好,像我这边我专门的这个白卡,跟你用什么镜头拍是无所谓的,就像我现在我用这个50定,还是用14,还是用天风望远镜接上去,它拍出来,该有灰尘的地方都有灰尘, 因为灰尘,这个灰尘不是来自于镜头上的,而是藏在这个CMOS里面的,所以我现在清洁的时候,我就是用这个50定来判定它的灰尘在哪里啊,像你很简单,我们开启这个照相机,切到这个状态啊,然后你大致的啊,大致的啊,其实我在实施取景的时候,都已经能看出来了, 我这边已经有一个张点了啊,CMOS张的不得了的这个点,我们大致的对一下胶,对着外面对一下胶,这边在拍我的啊,然后我对着这一张白纸来拍一下,这个曝光有点欠爆,没关系,先拍一张,在这个位置,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啊,在这个位置,在这么小的屏幕上面,我肉眼已经能够看到的东西,如果我们在一种更长曝光啊,更什么里面就会更明显,最简单的办法,拿你自己的相机啊, 对整大概几米的地方,完成对焦以后,把它调回到手动,对着这个白纸咔嚓拍一张,当然光圈尽量控制的小一点,控制到F8,F11啊,越小的光圈,出现灰点的概率越高,这是判定,那么有了,知道灰尘了,或者说知道在哪里了,一定要清洁了,那么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清洁,那么很多人买相机的时候,或者买镜头的时候,或者买各种东西的时候,他们都会送你一个,包括买,买眼镜, 这个是我买,买眼镜的时候送的,其实擦滤镜很好,这个叶啊,菜丝的这个叶,用来擦一擦这个滤镜,或者擦一擦镜头,像我这个镜头其实也很脏了,我们就拿这个东西来擦一下, 喷一擦,稍微喷一擦,对吧,拿它的这个镜头布来擦一下,也很好,所有擦眼镜的东西都可以用来擦镜头,大家记得擦滤镜的,包括擦滤镜的,这就好了,跟我刚才那个看,张这是不得了,包括你像这些卡色的滤镜布, 那么,眼镜布啊,一些擦一点会有一些问题,就是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细小的灰啊,会掉过去,这个菜丝的这块很好,这块就会差一点,你明显看到上面它都有些灰,那么像卡色的这种就是,它保证不会自己掉灰下来,就会更好一点啊,擦擦干净就行了, 这是,如果你没有专门的这个,用所有擦眼镜的东西都可以用来擦镜头,这个跟了我大概有,真的有十年了,是我刚到澳洲的时候在国内买过来的,最主要它比较小好戴,我一直在用,缺点就是它的催力啊,不够,不是很大,但是良胜于无吧,但最主要的好处是,我愿意戴着它, 因为比较小,因为有一些人它那个吹气球很大,不好放,这个就很小,随身弹,是我在户外用的一种东西,当然现在也基本淘汰掉了,因为我现在有更好的这种,电动的东西了,电动玩具更好了啊,好,那么皮刀虎是一个,可以用的,可以用的,这个叫压缩,压缩空气管,这个一罐可能几十人民币吧,能够用满长时间的,你就当然,它有根管子啊,把管子对着它,你听这声音就知道,很响,很响,很响, 所有的灰尘都可以去掉,那吹的时候怎么吹,把它倒过来拿,往上吹一下,吹一下,然后它这个灰尘就会掉下来了,但这个东西,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,最大的缺点是什么,就如果你把它时间吹得长一点,我们对它是吹,吹长一点,它会起雾一样的东西,因为它会很冷,这个东西你看呢,它一旦,我这罐是快空了,那罐满的会拿上来, 你吹了以后,它会形成一个水渍,这个水渍流下来,是一种反向伤害,所以你不要拿着它,对着这个东西一直在吹,这个东西就是吹一下,就放掉,吹一下就放掉,吹一下就放掉,效果还行,那么缺点就是,它不适合随身携带,我以前都是拿到家里的时候,再会用它来用的, 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,但是呢,也有它的缺点,那么后来,我就有了这个东西了,这个叫电动吹气宝,用它来吹,吹永远是最好的方法,如果它还能够强力的,比较强力的吹,这个大小它是一个方块的,可以去吹,那么像这个我们就可以拿来吹CMOS了,如果CMOS不是很脏的话,我就拿了它这个东西,巴巴巴巴巴巴巴的吹, 吹一下,对着它这个反向,其实我们正常来看,你看上去像是我这样吹,但真的吹的时候,我们是最好不要这样吹,因为吹的灰还在里面,最好实际上是把它反过来吹,反过来吹,多吹一会儿,其实它里面形成一定的气流啊,或者怎样的,反正总之,吹完以后呢,它这个灰自动往下走,其实90%以上的灰尘,如果你经常做的话,90%灰尘,你这样吹一吹就吹掉了,那么这个你会明显感到,第一个呢,这个重了一点, 第二个,这个多了很多的一个开关,它有这种叫lock模式,有这种模式,并且有安静模式,光学模式,还有加强模式,我们它的这个是内置的一个细刷,你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刷毛跟那个,呃, 这种送的这个刷毛的一个区别啊,好,呃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力道,听这个声音, 轻轻的,拿着这个东西吹吹灰,我就会觉得,你也觉得这个风能够吹掉了啊,而且它是单向循环的,这个气流啊, 好吵啊,这个东西啊,气流,它是从这里进去,从这里出去,它不是像皮老虎一样,皮老虎最大缺点是我在这里吹, 我,我吹一下,然后你,你除非拿到这边来吸,这里吹一下,拿到这里来吸,否则你在这里吹啊,吸啊,吹啊,吸啊,灰就在这个里面自己走来走去,它没有,呃,弄走啊, 你像这个,就是我这样吹的话,它风是从这里吸进去,从这里吹走的,对吧,这里吸进去,这里吹走, 所以它不会造成一个所谓的二次污染,好,那这些吹啊,实际一些的工具,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, 然后我们就拿布擦擦干净啊,什么的,你就解决掉了,不要太去珍惜这些镜头, 其实这些镜头,它的,呃,镀膜啊,什么东西都是很OK的,像这种,呃,插镜布啊,或者是这一类的,呃,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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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手往上插就是了, 这是一个单反的半画幅的,其实半画幅要更难清洁一点啊,呃,那个, 这台全画幅的单反我已经没有了,首先我们要到菜单里面,把它这个向上锁定反光板,以便清洁,把它给打开,点一个开始, 然后它要我按下快纹10,这个啊,好,这样子我们打开来看,好, 那现在就是说你如果你没有动这部的话,它是有一块反光板会盖在这个上面的, 那现在它已经全部的出来了,所以我们要用这个APS-C, 长款的,长款的,嗯,把它给你拿出来,把它给拿出来,这个东西其实一次只能使用,呃,一次啊,就不能重复使用的, 像我这个其实是不能重复使用的,我是给你演示一下,它不能重复使用的, 必须要用这种专门的,呃,CMOS清洁液,哦,那记得啊,我们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应该有一个大的,呃, 呃,张点,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,其实都看不太清,其实我这眼睛已经看到这上面有一层灰在这个地方了, 有一点,大概在这个位置,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造成的,呃,我,我把它打开, 好,那这个就比它要小很多,一个是全幅的,一个是APS-C的, 好,这上面其实只要滴一滴就可以了,都不用很多的,一滴啊,一滴, 滴在这里,然后再滴一滴,再反面,再滴一滴,再反面, 把它盖上,别撒掉了,好,然后我们对的里面,把它塞进去啊, 好,塞进去,手别抖我,到底,里面,然后轻轻一刮,好,然后反过来,再一刮, 好,如果觉得没有刮好的话,就再这样,再刮一下,然后再反过来刮, 这个比五反的要难刮一点啊,难刮一点,我觉得我刮出来有一点点的这个气在这里, 看上去,好像OK了,看上去好像OK了,刚才我在这边看到的一个灰点已经没有了, 我们把它先放在这里,放一下,可以再用这个, 先按两下,让它来,我们把它在这个地边, 你可以看是这样吹,但我们直接在吹的时候,我会建议是这样吹, 这样吹,一直建议的时候,我们是这样吹, 那么它的气流是往下走的, 大家吹好,吹一下,其实露眼你已经看不出有多大的差距了, 差别了啊,露眼是看不出来的,我们把它给装回去, 好,只要再关机,咔嚓一声,这个东西就回来了, 我们再来大概的拍一张这个吧,这就不要到B门了, 我们到那个,没有张点就行了, 我这上面还有一天天张点,对, CMOS本身没有问题,结果这里有问题了, 那再来拍一张, 对,就这边稍微对个胶, 移过来,对着最亮的地方去拍一张, 这里就你已经完全看不到这个CMOS上面的那个张点了, 好,我们等会再到电脑上面再去看一下,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, 无反会比单反容易清洁很多, 那么对于单反来讲, 你要多一步把反光板打起来的这个过程, 那么反光板你可以从这里面, 有的是我们看到的张点, 其实它并不是真的张点, 这只是在反光镜上面, 而有的时候反光镜上面有的张点, 这里是没有的, 所以你像这时候我们没有打开, 你看到的其实是这个反光镜, 这反光镜其实已经很脏了, 反光镜比我的这个我觉得还要脏, 比我的这个还要脏, 当然你也可以拿这个去稍微刮一下, 但其实意义不大, 因为反光镜对CMOS上面的这个张点是不影响的, 最好的消除灰点的方法就是少换镜头, 那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, CMOS如何来去除张点的这样一个东西方法, 那最主要要用到合适的工具, 那么我们有一个电动的气吹宝, 还有一个长的或者短的这样一种擦拭比, 这是一次性的, 用完这就保费了, 然后还要很关键的这个液体, 这个液体, 这些网上都有卖, 都有卖的啊, 好,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, 希望能够真的帮到你, 不要觉得相机是很金贵的, 放心大胆的自己去处理, 那上面CMOS也不是真的是一个CMOS, 为什么我能这样去刮, 因为那CMOS上面其实还盖了一层玻璃在那边, 所以你并没有, 你再什么用力, 你也不会划伤CMOS, 你只是划伤了那块玻璃而已, 实际上那块玻璃也很坚硬, 不会被划伤的, 好, 喜欢我今天的视频就给我点个赞吧, 感谢观看